第3題 第三題 如土一艘滿載貨物的商船 剛死離港口若以商船為原點 利用紙紙及兩角器 寫出下列個點的極坐標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這個圖 題目說以商船為原點 所以商船就在原點這邊 所以我們就用紙尺來量OA的長度 那麼量起來OA的長度是1 我們來量OV的長度 OV的長度一量結果是得到1.2 我們再量OC的長度 OC的長度我們一量得到這個長度是0.8 但是題目告訴我們 A點的坐標這個坐標5代表它的長度 意思也就是說OA我們在圖形上它的長度是1 實際上它的長度是5 所以表示每一段長度都把它放大5 所以OA的長度這邊我們把它放大5 就得到45 OV我們把它放大5 意思也就是說1.2再把它乘上5 所以OV的長度計算結果我們就得到46 那麼OC的長度一樣把它放大5倍 所以就是0.8乘上5 所以OC的長度我們得到44 那麼接著我們再來看這個角度是多少 所以經過兩角器測量 從OS為起始邊 那麼因此量到OA這一個角度 我們得知是130度 所以第一小題要來計算A它的極坐標 那麼A點的極坐標呢極坐標包含第一個是長度 所以長度我們知道是5 第二個是角度 標準位置腳底下我們知道這個角度 就是130度 我們來看V點的極坐標 要來找V點的極坐標 首先我們由剛剛知道OV這段長度 實際上是6 接著我們來看這個角度 所以我們經過兩角器測量這個角度得到是20度 那麼因此在標準位置腳底下 由70邊OS開始 那麼一直計算到OV這個角度 就是180度再加20度 所以這裡我們得到是200度 所以我們來求V點的極坐標的時候 那麼極坐標第一個代表長度 長度OV長度是6 第二個代表角度 所以角度我們得到是200度 我們來看第三小題 C點的極坐標 我們來求C點的極坐標 那麼首先我們知道OC這個長度 在第一小題我們得知的長度是4 那麼接著我們利用兩角器來量這個角度 那麼這個角度是60度 那麼換句話說我們在標準位置腳底下 從OS為起始邊 逆時針旋轉到OC這個中邊 得到是360度 扣掉60度 那麼因此這個角度我們得到是300度 所以呢 C點的極坐標 第一個是長度 長度就是OC的長度是4 第二個是填角度 因此我們得知角度 就是300度 所以呢 我們來寫 底下這三點 它的極坐標 那麼第一小題 A點的極坐標 長度是5 那麼角度 所以我得到呢是134度 V點的長度是6 那角度呢是200度 C點的長度是4 那角度呢是300度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就是 是4 我能看你 先從4 F 提前 擁抱 這兩位 就是 Knife 掛一個 上 是 如此 像